初春时节,妙子带着重重的行李箱,独自来到这座南方海岛小镇旅行。 出到这里,眼前是广袤蔚蓝的大海,风从遥远的地方吹来, 刻意地掠过沙滩和衣衫,一切都如想象中和些清静。 海边木屋旁,以为戴着眼镜的老人询问他要不要吃爆冰,妙子拒绝了。 拖着行李,按着简陋地图的指示,他去往了事先预定好的冰田旅馆。 旅馆的老板名叫玉二,他养了一只和自己同名的秋田犬。 这是一家背嫌冷清的乡间民宿,除了妙子似乎没有其他客人。 寒暄过后,老板把他领去了房间,靠海的房子沉涉朴素。 离开前,老板告诉他这里没有手机信号,如果想和外界联系的话,只能用旅馆的坐机。 简单休整后,妙子来到大厅,老板一边做饭,一边和他攀谈着。 这里也有三年时间没有初春到访的客人了。 老板惊讶于妙子竟然顺利找到了这儿,这是一种天赋。 也许是手绘的地图比较难懂,几乎所有的客人都会在附近迷路。 但老板又觉得这样挺好的,如果客人太多,会令他感到困扰。 饭时准备好后,老板邀请妙子一起去海边用餐,说是今天有重要的客人到了,要共同庆祝。 但一身疲累的妙子再次拒绝了,他显然还没有适应这里的生活。 傍晚时,妙子一个人在后院敷衍地吃着零食填饱肚子。 远处传来悠扬的琴声,他群伸而去,扬长小道中,微风乍起,鸟儿在树丛中斩翅而飞。 仿佛是被这些乡间的声音所惊吓,他又慌张着逃回了旅馆。 第二天一早,妙子顺眼轻松地醒来,却看到卖包兵的老人正端坐在自己床边。 他微笑着对妙子说,早安,今天的天气很好。 妙子满脸疑惑地看着老人离开,再次躺下,睡起了回笼觉。 我一会儿却又被琴声吵醒,旅馆里依然空荡荡的,他寻声去了海边,却看到旅馆老板和一群孩子正在包兵老人的带领下,做着动作怪异的体操。 老板邀请他也加入,他再次疑惑着拒绝了。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啊,独自坐在后院的庙子有些无所失从。 吃早饭时,他询问老板,刚才的体操是什么? 老板指了指身边的老人说,是谢谢体操,樱花太太自创的。 春天的每个早晨都要做,不做的话,一整天都会感觉怪怪的。 对面的两人相视而笑,妙子却愈加疑惑。 老板又介绍起自己腌制的梅子,还说,相传梅子可以避开厄运,早上出门前吃了梅子的话,一整天都不会有坏事发生。 又是一个奇怪的说法,妙子不知该如何回应,老板和樱花太太却沉醉其中。 妙子小心翼翼地问老板,附近有没有可以观光的地方? 这次轮到对面两人疑惑,他们彼此对视确认后,回答说,好像真的没有。 妙子不理解地追问道,那来这里的人都做些什么呢?享受生活吧。 老板回答后,再次和樱花太太对视确认,然后两人脸上泛起笑意。 而妙子却不明白他们口中所谓的享受生活具体是什么。 吃过饭后,妙子念叨着享受生活,独自出了门。 在海边刚坐了一会儿,他便已有些拿不住性子。 来到包冰店,樱花太太再次招呼他,而他不喜欢吃冰,只想要背冷饮。 旁边一个身穿制服的女生告诉他,这里只有包冰,没有其他五颜六色的气泡水。 妙子无奈,只得去镇上的超市买些生活用品。 因为过于无聊,他买了线团回来。 晴朗的午后,老板在海边钓着鱼,而妙子也坐在海边直起了线团。 不知不觉已经黄昏,微风乍起时,管辖正从天边飘过。 樱花太太喊妙子吃晚饭时,带着几分歉意。 她觉得自己打扰了妙子享受生活,而妙子却说自己并没有再享受生活, 并且没好气地拒绝了樱花太太的晚饭邀请。 夜晚时,老板樱花太太和白天的制服女生正在院子里吃着烤肉。 妙子犹豫着加入了他们。 制服女生名叫春奈,是附近中学的老师。 她经常在乏味工作的间隙来到这里享受生活。 啤酒、晚风、音乐、肉片,每个人都吃得很开心。 妙子问,享受生活是这里的规矩吗? 老板笑着说,没有这么严肃,只是在不知不觉间聚集了几个善于享受生活的人而已。 妙子自认自己并不擅长。 春奈有些奇怪,她说,能在忙碌的初春时节来到这里的人, 几乎都是善于享受生活的人。 如果你不享受生活,为什么要来这里呢? 妙子被问得有些尴尬,只是小声回应说,有很多原因。 其他人便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第二天清晨,樱花太太再次蹲坐在妙子床前,喊她起床吃早餐。 妙子倍感抗拒,刚想倒头睡回笼觉,窗外再次响起坐操的声音。 她再也无法忍受,收拾起行李,准备换到附近的另一家民宿居住。 但当正在吃饭的三人听到她将要搬去的民宿的名字时, 脸上纷纷露出如临大敌的表情,仿佛那里是享受生活的敌人。 但妙子已决心离开这里,她甚至连能避开一天厄运的梅子都没有吃。 汽车沿着乡间小路行驶,妙子从春奈口中得知,樱花太太并不是村子里的居民, 她只是在每年春天时来到这里。 在育儿手绘地图的指引下,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春奈仍然忧心地说着,反正你想转换一下心情,应该能适应这里的。 然后便上车匆匆离开了,刚妙子进入旅馆后,才明白春奈在忧心着什么。 这是一家体验民宿,所有时间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早上干农活,下午读书会,他们的宗旨是努力过好每一天。 看着激情澎湃的老板娘和地头努力耕耘的旅客, 妙子再次被震撼,她提着行李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里。 幸亏还有余儿绘制的地图,满是沙石的小路上,妙子艰难地走着, 她想要重新回到冰田旅馆。 而此刻的余儿和樱花太太正在悠闲地下着旗, 他们有些担心妙子能不能适应那间民宿的生活。 虫鸣鸟叫声之中,妙子从中午一直走到了傍晚, 正当她有气无力地坐在行李箱上,不知该如何是好时, 樱花太太骑着小小的三轮车出现在了路的拐角。 车子太小,妙子只能把装满必需品的行李箱丢掉。 这样的乡村小路,也许只有这辆小小的三轮车, 才是真正事宜的交通工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院子里洗漱时,她也不自觉地做起了体操, 这一幕恰好被春奈看到。 吃早饭时,春奈邀请她以后和大家一起坐操, 但她依然拒绝着,春奈再次问她为什么来这里, 这个世界来,一定有什么特别的理由。 但妙子似乎不想回答, 只是说自己想找一个接受不到手机信号的地方。 之后,妙子的学生艾草突然到来, 她是来寻妙子的。 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艾草竟然也完全没有迷路, 很顺利就来到了这里。 妙子没有向众人表明自己和艾草的关系, 但在大家一起大快朵頤地吃了一顿龙虾后, 艾草很快便融入了这里的生活。 她说,自己是一个擅长享受生活的人, 要在这里带到腻再走。 妙子向余儿请教享受生活的技巧, 余儿也不知该如何形容。 她说,比如怀念遥远的事物, 和兮兮地想着某个人,都算吧。 而对于她自己而言, 享受生活就是静静地等待时间流逝。 她觉得,如果没有和鸣冰乌相遇, 自己现在一定不会在这里。 所以她推荐妙子去尝一下樱花太太的鸣冰。 晴朗的海边, 村民们正安静地吃着鸣冰。 看到妙子到来, 樱花太太一如既往邀请着她。 而此时, 艾草也到来, 他们一同接受了樱花太太的招待。 第一口鸣冰下肚, 妙子发现自己原来也并没有那么讨厌吃冰。 面对蔚蓝的大海, 大口吃着清凉, 她似乎开始掌握了享受生活的技巧。 月儿和春代也来到了海边, 五碗鸣, 五只眼镜, 五个惬意的灵魂。 在这个悠长的春日午后, 仿佛连时间都被挑慢了些。 樱花太太的鸣不需要付钱, 而是要拿自己的东西来交换。 冰块店的老板拿冰块来换, 孩子们用自己手工制作的小卡片来换。 月儿和春代在共同演奏了曼陀灵曲子, 用片刻的悠扬旋律来换取樱花太太的包冰。 而妙子却不知道自己能拿出什么。 樱花太太做包冰用的豆沙时, 总是心生宁静。 她告诉妙子, 只要不着急, 最后就会到达最好的状态。 万事万物也许皆是这般道理。 就像妙子一直在织的线团, 虽然自己也不知道要织什么, 但将心思用在一针一线之上, 最后终究能找到她合适的形态。 清晨时, 妙子也开始和大伙一起做些些体操, 一朝一世, 认真而放松, 不刻意追求意义, 不做过度禅事, 只做当下该做之事。 也许这就是享受生活的技巧。 春代告诉妙子, 樱花太太在春天以外的时间里, 做很多工作, 教瑜伽, 也教声乐, 总是世界各处飞。 但春天到来时, 她总会准时来到这里, 在这个封闭的海岛上, 骑小三轮开爆冰店。 能坐上樱花太太的小三轮, 可是一件很让人羡慕的事呢。 一行人坐在海边喝啤酒时, 艾草提醒妙子说, 旅行想开始就开始, 但却不会直到永远, 自己差不多要离开了。 临别前, 她为妙子朗诵了一首关于自由的事。 都没关系。 地amantenschwimmenden Fischer Heiß,悶悶悶,Mensch Und hier bin ich Was hatt ich zu befürchten Mit was zu kämpfen Bard ist es Zeit Die Lasten zu regnen Erteile mir Erteile mir noch mehr Kraft Kraft zu erleben Mir ist bewusst Was Freiheit bedeutet Mir ist bewusst Was Freiheit bedeutet 包冰屋前 妙子告诉樱花太太 在来到这里之前 自己在想 地球就这么消失了也好啊 然后又看着大海 男男的说道 这里的大海藏着什么呢 也许什么都没有 才最好吧 而樱花太太 遭不经意问她 你想要什么吗 简单的问题 妙子却不知该如何作答 她将自己知道 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作为包冰的谢礼 送给了樱花太太 而春天也要结束了 樱花太太在一个 雨天的清晨 离开了这里 妙子在吃了鱼儿 驱散荷运的梅子后 也搭上了离去的汽车 大海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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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什么工具 有没有说法 刘智先生 有用在这里 在这里 应该是喜好 好 在车子即将驶离小镇时 妙子不小心将自己的眼镜 弄丢在了海里 原本清晰的世界 变得模糊起来 眼镜是用来看清世界的工具 而无论是眼前的碧海蓝天 还是外面的世俗纷扰 朦胧一些或许会更好 转眼又是一年春天 飞王小镇的唯一一班飞机 轰隆着划过天空 樱花太太再次到来 我自上带着妙子送给她的线团 作为一条围巾 她挺合适的 艾草也跟在了樱花太太的身后 而妙子则一早早等在了包冰屋旁 我是藤井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加关注 我会持续分享关于日影的一切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